母力量再大也不能破坏 第一句 依法不依人 法是经典 我们依照经典里面所说的 是修学 人不管他怎么讲法 他讲跟经典上讲的不一样 我们不能听他的 我们听他的 那你就跟他学了 就不是跟佛学 你就换了老师了 也换了法门 你怎么可能在佛法里有成就 一发不依人这一句话 你看善刀大死 在这个 官无量寿经注解 上评上僧章里面所说的 他举的例子觉得太多了 《官无量寿经》我们讲过 《上评上僧》这一章还特别说过 都有论音带在流通 注意可以多听几遍 你的信心就不会动摇了 还有许多人 反对 我们现在念的这个 《无量寿经》汇集本 极力反对 这个本子 是个在家居士汇集的 不能相信 一定要叫人去念 语音一本 话说起来 好像也蛮有道理 它究竟是什么用意呢 那诸位想一想就想到了 我就不必讲了 汇集不是夏连局开头啊 王龙叔居士开头啊 魏莫生居士厚集 夏连局是第三个了 为什么前面两个不反对 偏偏反对这个呢 而且 王龙叔居士的汇集本 已经入葬了 清朝龙葬就收入了 那你应该跟秦龙皇帝打官司 他说秦龙皇帝错了 清朝初年 这些高尊大德都没有眼睛 你才是真善之士 哪有这种道理 你说这个经不行 这个经 这十几年流通 以这个本子修行念佛的 王僧锐相西游啊 我们亲眼所见 亲耳所为 有几十个人之多 这是证据 你今天反对 你表演一下 往生给我看看 如果你把他痛骂一顿 批评拨斥 你站在那里就走了 我们马上相信 没有这个本事 我们看你以后怎么走法 所以不能够一起用死 印光大师 大家知道 这几乎没有人敢反驳的 西方世界大师之菩萨在来的 印光大师对前面年终一本 并没有说 这个会集 年终会集本 没有说会集 这个错误 他的批评是 会集 把语言一本的文字改动 他指责的这一点 没有说会集 又过时 他批评的对 也都没有话说 正因为这么一个缘故 下老局是做第三次会集 避免情人的过时 这个会集本 自自居居 都是原意本上的 没有改动 诸位可以拿五种原意本去对照着读 下老在往生之前 跟他的学生说 那个时候讲话了 就是我们今天讲的预言 他说对了 他说他会集的无量手金 将来是从海外传到中国 当时学生听了都莫名其妙 怎么会是从海外传到中国 第二句话说 他会集的本子会传遍全世界 今天我们看的这个现象 他讲的话兑现了 果然没错 所以我们要 一发不一人 人所讲的 与经教的义趣相应 我们可以相信 他讲的与经典所说的不相应 我们不听就好了 也不必去批评 不必去辨别 为什么呢 现在这个时代 民族自由开放 每个人有言论自由 他不犯罚 我们管不住 他说他的 我们干我们 我们不听就行了 世尊在三千年前 对于今天社会状况 也清而楚 所以这个四句 防止现在的病病 唯恐破坏我们的道义 慈悲到了几处 第二句说 一意不一语 这一句话重要了 这一句话 就可以把这些 这个 汇集的这个问题解决 你说汇集的对不对 有世尊这句话就行 讲解经文 翻译经文 意思对了就可以了 不必照着言语翻 一意不一语 所以同一个 凡文原本 在中国有很多人翻译 翻译出来的文字 当然不一样 这些本子同样都流通 都是好本子 文字不一样 意思相同吧